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1月10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艳姨 今早有大华继演香港研究部策略师 杨允睿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 投资问题 早晨Curtis 早晨Irene 早晨大家 昨晚美股曾经跌了大约300点 收市跌了过8点 肯知其中跌了72点 今天大使有什么资料要留意 今天都是留意着 A股的走势 之前A股都在试景底 有机会都继续拖累着行指的走势 还有大家都在等星期四 中美两个方面都会出过 通账数据 我们稍后会再详细一下 问Curtis 怎样看美股 港股部署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 而难的话都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 留言告诉你的名字 以及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世界银行预料 全球经济连续三年放缓 加上南韩三星电子业绩欠佳 触发对科技行业的复苏 道指早段曾跌309点 收市跌幅收窄 纳指先跌后回稳 道指跌157点 报37525点 标指跌7点 报4756点 纳指升13点 报14857点 达达NVIDIA曾升4%再破顶 收市仍然升1.7% 创新高 美国十年期债息 站在四里关 美汇指数曾升大约0.4% 到102.65的水平 其他个别焦点 美股Tesla跌了超过2% Netflix租花期降投资 评级股价跌2% 最多的时候 收市跌了0.6% Google和亚马逊升1.5% 另外受到航空事故影响的波音 星期一急跌后 星期二股价再跌超过1% 接着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京东被港股升1% 自宣布98.94 阿里也升0.9% 美团被本港收市跌0.9% 自宣布69.95% 腾讯和百度未跌0.1% 网易跌0.3% 汇丰控股ADR相比本港收市价 大致持平 而友邦和建行跌0.8% 到0.9% 港交所跌0.6% 接着看今早用外围的市况 先看看美股方面的期货表现 看看导致期货 导致期货 现在表现一般跌了29点 整压泰区股市 今早早来说普遍都是向下 日本市相对强些 日经平均指数 现在升1%左右 保三万4191点 升428点 南韩市跌0.2%左右 澳洲市跌幅差不多 新西兰市跌0.4% 接着可以看恒指黑期 可能预示港股 待会初段应该会偏远 黑期跌90点 先和Curtis谈谈外围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市场正在等 美国的重磅CPI数据 星期四会公布 周五就开始美国银行金融业业绩期 昨晚可以留意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个最新的 全球经济展望的报告 预计全球经济增长会连续三年放慢 今年会增长2.4% 放缓0.2% 其实预测和去年6月时候是相同的 西银又将明年的全球增长预测 调低到2.7% 相信即使今年开始减息 速度都只会缓慢 而且经济转弱的风险都仍然在 问题是来自中东地缘政治局性恶化 商品价急升可能都会重新推高通胀 高息和债务庞大都会导致金融压力 报告都有说到 全球经济正面临近三十年来最差的五年增长期 我自己有点看 对于全球经济的前景 究竟的忧虑会不会是今年的投资市场其中一个风险 以至于利率的预测 究竟大家之前是不是过度乐观 究竟如何去衡量 经济究竟是想去差一点 还是没有那么差 还是利率的走势 对于我们投资如何判断呢 我想其实西银出来的报告 预测又不是太差的 因为如果真的预测得差 反而大家就会憧憬减息的预期 问题就是西银出来的报告 其实好像你这么说 和去年6月的时候是一致 同样其实也预计2024年还有一个温和增长2.4% 其实预示了 即使美国或者欧洲方面 有机会出现过技术衰退连续两季 整体来说今年都可以维持增长 换言之 即使是有经济放缓危机 都是很温和的 如果是这样 反而这份报告出来的解读就是 可能今年的确减息 不会像预期那样进取 你看过利率期货 大家都预计在三月份开始就会减息 全年可能都会减息五次六次 但如果经济增长只是稍稍放缓 甚至可能出现衰退 只是很温和技术性衰退 之后就立刻可以反弹的话 的确就是美国联储局 不需要那么进取去减息 换言之 我想都可能会反而令到股市 就不是因为担心经济放缓而有波动 而是担心那个减息预期而波动 你说到星期四的时候 即是有个通胀数据 市场继续都是预计 可能会有一些慢慢轻微放缓的 但问题都只能维持在 所谓三字头的通胀水平 那和联储的目标都仅有一些距离 亦都是反映同一样 就是可能减息预期没有大家预期那么进取 你说去年年尾以来 其实美股一直在炒 所谓金发女孩的一个憧憬 既要软着陆 又过息口会回落 其实对于现在这个情况来说 就未必可以过了两关 因为如果经济 真的不会像大家预期那样出现 一些重大的衰退的话 通胀又未那么快回落到目标 联储的确没有那么急于 那么快做减息的 我们本来都是看 今年可能会六月的时候 年中才开始减第一次息 全年减三次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换言之 美股这一轮的升浪 可能就提早透支了 一个太进取的减息预期 可能尤其是接近去到 三月份的议息会议之前 市场开始调整减息预期 可能到时候觉得 可能没有机会三月份 这么早减息的话 可能贵中开始的美股 会更加波动的 大家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投资开美股的朋友 港股方面可能走势 就没有那么不明朗 因为就是向下 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转势呢 等一下会问Kurtis 先转体一下港股上日表现 等一下会问一下 一些个别的焦点板块 又如何处理 科技股昨天见到拖累港股 继续跌 恒指早段曾经最多 升了190点 高位建16414点 企与向下 美股转跌 恒指再跌34点 收报161190点 成交819亿 科指跌了0.9% 报3454点 ATMXJ向下 其中美团跌了超过4% 破底 京东跌超过3% 联想将会推出10款AI电脑 股价逆市升超过4% 航运股回落 麦东方海外跌7% 海峰跌近5% 看看北水盘路 麦北水走资的趋势还未停 昨天再录得40亿4千万的淨流出 而个股方面 看到资金主要都是继续吸纳高息防守股 中国神华和中海油分别录得1亿5千万和1亿3千万的淨流入 中移动亦都吸资7千万的 麦政流出方面 盈富基金走资20亿8千万 腾讯走资9亿2千万 继续和Cathus谈谈谈港股的情况 都连跌了6天 2024年一回来都没有升过 如果用收市价来计算的话 恒指就创了14个月的低 昨天看到一些数据说 蓝筹今年头6天 其实回购额都超越了2020年全年 但好像都没什么用 对撑市况 怎样看港股现在是否要再试更加低的水平呢 我想港股来说 暂时短线来说 离底又不太远 但是经常都说谷底就还谷底 反弹就还反弹 可能只见底 都还要等更加多的吹化剂 才可以刺激它反弹 但现在投资者又不需要太过悲观 短线来说 有机会可能会试回12月份的低位 连同16000关口 因为近来大家都有留意 其实港股就不太跟美股 很多时候都被A股影响 你见不见到A股 其实都已经沉迷试中 12月份的低位的话 港股有机会都可能要下试回 这些水平 就是15900到16000 但是你说中长线来看 港股的确是很便宜的 大家都知道不用再说 现在我预测市行率不够8倍 在这些情况下 其实没有太大沽压 令到投资者要继续沽下去 尤其是过去两年来说 我想很多机构都调低了港股的配置 很多现在都是低配港股 再沽下去的压力 未必会太大 反而...